台湾YouTuber阿滴曾在2021年坦承自己罹患了忧郁症 索性后来成功找到帮助自己好起来的方法 他从2020年5月开始发病 同年的10月情况最严重 几乎无法正常生活 直到隔年的5月 生活才逐渐回到正轨 当时他并未对外公开自己的情况 但病情好转后他不经思考 自己应该要装作什么都没发生过 还是公开康复的过程 最终阿滴选择透过影片分享自己的心路历程 以及让自己好转的方法 还出了一本书 即便当时被很多人攻击 认为他的忧郁症只是人设 想靠这个噱头来赚钱 但他无惧酸民们的发言 只想成为能够帮上忙的人 他希望透过自己的经历 让其他患者得到鼓励和希望 也让病友们了解忧郁症是可以好起来的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